century 抗鬱整個縣城的周邊 都遭遇了這個山 лиш大坡 六十年後 你們還是 不要 2007年對話說 應該是新的一天 重新回到祖國回到家鄉 有一個家 要有一個命啊 就是琢磨 不要在重新中收入體驗 重新一樣的朋友 還挺受歡迎的吧 我在這個房間店裡 我是挺嫌棄那個時候的我的 應該很高興 孫谷不就是每天要歡樂嗎 一唱 把那些煩惱的事就排除去了 我覺得這個米還炒 當然不是 必有何福 我聽到兒子也認識了 有一個母親 我聽到 而是一位獨臂挑夫 在老河的挑夫生涯中 攀登的次數要以千計 我是被比上了划算的 哪怕他都在江湖在江湖 我都必須要上來這趟 不管臣服多重的壓力 只能走這條路了 再沒有別的選擇 怎麼樣 現在心情感覺怎麼樣 現在只是感覺到有一點兒 其他心情是很好 當時這個一個煤氣罐 我們都沒有印象 就是這個煤氣罐究竟有多重 一共是35公斤 最重的時候能夠背多少 那個時候最重的時候 我們背的是三大大麵 50斤一袋的 150斤 75公斤 現場可能對老河這種上山背樓 這個背70公斤 沒有這個概念 我們專門準備了一個道具 然後呢我們來上個背樓來看一看 這個是有多少種 這個大概15公斤 這個15公斤 30斤 老河你點的有嗎 這個冷點的 這個我米飯在60公斤呢 那這個 有沒有朋友上來想試一下 究竟這個 這個有多有多重 你原來背過嗎 沒有 沒有背過 沒有背過啊 那怎麼 怎麼弄 來 你起來吧 來 你過來 你過來 對 好嘞 慢點啊 好 確實 沒問題嗎 沒問題 你沒問題啊 在家裡幹過家務活嗎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也沒這麼背過這個東西啊 沒有沒有 這要是再放上點 你覺得還行嗎 不是 比如說上樓行嗎 就比如說這個背著上樓 比如說家裡在住六樓 就是缺水了 然後就背這麼一樓 還是點外賣吧 對 幹不了 幹不了 行嗎 來來來 謝謝謝謝 好 向您致敬 不敢不敢 我米蘇姆的手機 謝謝謝謝 再上來體力重一點的 我們看看這個 謝謝 她說她背不動 你這個背得動背不動 這15公斤就等這麼費勁呢 對 我感覺很重 背樓很重 心情更沉重 為什麼說心情更沉重呢 因為我感覺到 和老先生這種工作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是吧 對 就是說背著這個 要是如果上山 就比如說 不用說爬滑山 就是隨便就是香山 比如說這個 就上去怎麼樣 我現在我的心得就有點土土了 有點土土了 一會兒呢 你去到我們這個樓上走一圈 背著這個 然後你就去試試 你順便就把它背下去吧 我感覺冷暖四五年 與我們心血交織的這些名字 仍在延伸 好 好 謝謝你 何老先生 願您在經濟漫步的人山路上 找出萬丈光芒 好 我會繼續錄給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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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還是很重 很重 謝謝 華山上現在還有人做樵夫嗎 現在人 都說現在鎖刀通了 現在還有30多個 30多個樵夫了 30幾個樵夫 現在是用鎖刀了 那有鎖刀呢 都用鎖刀唄 那幹嘛要還有樵夫呢 因為雲到背風 它還有一段距離嘛 然後雲到西風裡 它也還有一段距離 就是有鎖刀這個到不了的地方 對 尤其飯店 商店 那些山頭上 那必須還要人的去完成 估計就像我那個情況 現在身體狀況50多嘛 56嘛 估計還能堅持個34年嘛 15年 因為現在目前我們 只為我現在那個體力 如果是去背的話上山 因為它那個路線嘛 也只能背60公斤了現在 對 不了解這個情況的 可能還會覺得 就是說為什麼要 選擇這麼一個活兒幹 就是說可以 你可以幹點別的呀 好多朋友呢 可能也有這個疑問 那我們來看一看 老何為什麼要上華山當樵夫 和天武是陝西漢中人 原本他有著一個並不富裕 但還算和美的四口之家 1987年妻子病危 為了救治妻子 何天武四處舉債 但最終還是沒能挽回妻子的生命 妻子走後 他獨自面對的是一個年近十歲 另一個還在吃奶的孩子 以及一萬兩千元的巨額外債 我有膽子接錢 有膽子拉帳 我都有膽子換 人家說忍不到載個王 載個我小孩 我既然兩個小孩走到我面前 兒女是請不來就可以 但是作為我來說 我非常我要把這份義務要盡到底 我是沒想的 所以我的決心就下到這兒了 1992年 何天武在一家私人小煤礦打工 一場災難降臨在他的身上 奪走了他的作弊 事故發生後 礦主只答應賠償他4200元錢 成了殘疾人的何天武 很難再找到新的工作了 在兄弟的幫襯下 何天武帶著兩個孩子艱難地活著 但不久給了他很大幫助的弟弟 又被煤礦奪去了生命 一個人好好的一個人 最後弄得了這種地步以後 都等於極乨難來 所以我們這個那一家庭 對壹地 immune死過 我們對壹地事 los 一個兄弟把命 丟到那個地方以後 所以我說我們對每一攤世界做了很大的 付出了很大的力量 但是把我們的心血付出去了 我們回報 對我們一點都沒得 所以我想不通這個事情 我不想再說了 弟弟去世後 一隻手臂的何天武 既當爹又當媽 艱難拉扯著兩個孩子 然而當有親戚給他出主意 讓他靠這隻斷臂去整理乞討時 被何天武斷然拒絕了 人給不能失去了 人給失去了買不回來 這個錢拿不得說再不行了 我今天不行明天 再等後天我自己慢慢去爭 2000年的夏天 老何來到了華山 沒有休息 第二天他就背上了50斤貨物 踏上了華山線道 在這個時候我都想到是在 我是被逼上的 不管城府多種的壓力 只能走這條路了 再沒有別的選擇了 一條胳膊四千多塊錢啊 四千兩百塊錢 四千兩百塊錢 嗯 是在華山呢 我們真的來說錢雖然少 但是心裡真的踏實 這些手臂撕去以後 一般最簡單的農活也幹不了了 手上的我根本沒辦法幹 幹不了 基本上幹不了超吃不了 不是不 那個時候有時候 你幹不了了以後你在家 你還帶到 心裡還非常著急 嗯 其實要背起來 你說苦一點累一點呢 反正今天上 只要你早上 把那個框子背出去 下午回來 多少都有點收穫 是那個意思 所以就是說心裡比較踏實一點 嗯 當時租的房子也是一個月一百多塊錢 當時租的房子一個月不是一百塊錢 是在華山租的都是三四十塊錢 三四十塊錢 都是200年嘛那個時候 嗯 當時的條件還是很艱苦 但是就在那種租的那種小房子裡面呢 我們看到一個筆記本 上面的有些畫呢 當時給我們非常深的觸動 生活不全是芳香的草地 對 生活也並不是和風細語 也並不是和風細語 不要說你一無所有 鋪滿陽光的田也是你的 天野上的路也是你的 想起了一首詩啊 叫《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老何被生活欺騙了很多次啊 但是依然有這樣的心境 在錄這樣的一些詩句 很多人 就是不服從命運的安排 這是我自己 真的就是說也就是我自己啊 在那個啥 家裡你看面臨的那麼多災難的時候 但是它災難再多 但是我覺得 只要是有時間來勞動 我自己還可以 把自己的素質也體會 同時也就是說 也才對得起大家對我的觀眾 關注嘛 關注嘛是不是啊 嗯 我是這些想法 我們節目播出以後 對你的生活有所改變嗎 那個時候就是打電話的那個什麼 全國國的 包括都是說 國外的那裡有好多華僑啊 你想新加坡的 像香港的那些 那些好心人 其實給我們捐出來的錢呢 他並不是說生活富裕 而是人家也是身吃兼用 從多方面攢機攢起來的 你的錢都不能拿去害吃害活 是不是啊 我們有該住的都說 該換贓的換贓 該孝禁老人的 把老人孝禁啊 該扶持小二的 把小二扶持好 自己還是依然個人踏踏實實的 也就是說 我背了一趟出去 我掙幾十塊錢 我背兩趟出去 我都掙一倍多塊錢 所以我是專門生活過來的 那是2014年 是武漢有三個朋友 個子有一個是高高的 有一個是瘦瘦的 也是高高的 有一個個子跟我差不多 他們說 我們是從武漢來的 我們是專程來想見你一面 問了一些 平常上山了 也說掙多少錢了 你家裡啥情況啊 最後他都幫我交到一邊 你想你那麼累 還得念字面 他說我說我還得念呢 他說我們也確實欣賞你那種 那種個性 他們都要走了 上吹了 給他拿個牛皮信封 他說給你一點資料 你拿回你那個 到時間你看 說是給資料 說不是你還用得住 所以最後我回去 我也沒在意這個事情 我回去 我都往哪兒放 往哪兒放了以後 下午回去 我們自己做飯吃 簡單的做好做了點麵條一次 結果一做看電視突然想起來了 我說啥資料 我 這個打開一看拿出來 等於是三萬塊錢 一 同時是那個一萬 等於是三塌子 嗯 當時我都沒想到是錢 這個有啥 人家也沒跟我電話 他說你不需要那個啥 不需要那個了解我們是誰是誰 當時你知道這個資料 當時說不定對你還有點用處都對了 你當時是這麼說的 我當時沒在意這個事情 所以我的心裡一直在糾結 糾結這個事情 所以說沒見到人 所以我呢也有一個 寄了那每一個長輩 都說哪個給了我好多東西 我知道的 他就知道他心啥的 他就知道名字的 我都把名字寫去 就在這個本上 都這個本上 在這個本上 所以我說要佔用 可能要佔用你們這兒時間 是啊 第一筆資助是李仲修 李仲修打過一千元 嗯 第二筆是廣州公安局的 那個是他們是到華山來了 嗯 那個在啥 一個是一個書記是給了兩百 那個局長給了兩百 那是香港那個電話 我搞不通 我把電話接了 給了一千港幣 一個兩戒 陳先生給了三萬元 嗯 北京一個雷戒六百 嗯 廣東就是一個李西文五百 天蓬生兩百 彭均嵐兩百 在東北一個六立花兩百 那個深圳還有五百大媽 給了他們中共跟我籌了一千九百五 所以過來就是昆明雲 雲南的一個大姐 嗯 五百 光州不知其名的一個一千 武漢還有一個不知其名的 還有一個一千 然後都是北京真華兩百 武漢那個還有一個熊志明 還有一個都是 武漢還有一個都是 曾文濤這都是老中 然後等於就是說 當時我兒子他們結婚 他們還過來的 同時也花他們好多錢 還把我們老大過去在他那工作過 然後這下來後邊的都是 這有樣這個為啥 他雖然不是錢 但是他比錢還重要 重要的是啥 重要的是說我那個兒子 小兒子現在不是開那個 等於是在碼頭上 開了個吊機 是在他兒修的 修了以後回來 準備在他兒上班 最後現在一直在上海上班 所以我把他撐出來 他在上海上班 他一個月現在也能 真七八千塊 就是給兒子介紹了個工作 介紹了工作 都是在他那裡修過的 這也寫在這個地方 這跟著錢一樣 比錢還重要 這跟著錢一樣的重要 是這個意思 武漢還有 都是江西那個三萬 三萬 這不是 這不知性命的 就是不知性命的 所以我都寄到 有機會了都說能換了 能換不能換了 要給人家倒一身血 然後其他的都 都是說我那些同學 回去了以後 他們都是看我同行 回去他們的招待 所以那些我一個人都寄了 所以都把它寄下來了的 在一個同事都說 現在國家政策比較這麼好 我們村政府和我們政府 等於是給我們50個平方 都是那個年廚房 前半個月都把那個 有事都給我們發了 都說估計到年底 我們都不用住那個 土木結構的土房了 我們國人 無論說是哪個給了什麼 但是我們都把它忘記了 那麼低 我們要把它寄下來 同時我們要有心 到時我們能賞還的賞還 不能賞還的 我們寄在心裡 是這個意思 日子好的時候 萬一都是說 假如我們身邊 有需要幫助的人了以後 我們可以繼續幫助他們 因為這些凡事 支持我們的人 他們都是說的 不需要匯報他們 都說你身邊的人 或者你看到的 你如果日子過得去了 你可以繼續幫他們 所以我也想到它 這個是個道理 因為這種愛心接力幫 你交到我手上了 我們到時間了以後 有了個能力了 我們就肯定要傳遞下去 所以說我把它 一直寄到這裡 如果我上方不清了 我交給我那些孩子們 我說我們哪個曾經 哪些幫助過我們的 我們到時日子好過了 我們依然要去回報別人 是這個意思 所以沒了我都寄著 這個帳目一夜 總是想的是在 留你們這個機會 我都說我想給他們 倒一些 所以說他們也去 能看到這個欄目的 如果是幫助過我的 還有 就有那個時間關係 我沒有 確實也沒有那麼 全部念完 全部念完了 有些事也不可能 所以我說我在這裡 用這些機會 給那些叔叔阿姨們 還有那些兄弟姐妹們 我說真誠地 給你們說一聲謝謝了 謝謝 謝謝這些愛心人士 謝謝老何跟我們分享他的故事 謝謝 我們下次追隨一下 我就想來聊一聊 通過老何的這種人生經歷 給你有什麼感觸 其實我的爸爸也是一名農民工 而且我在我高考結束之後 也體驗了一段 有將近兩個星期的農民工生活 所以我對老何他的經歷 可能更有幾分深刻的理解 我們能感受到 他作為一名兒子 作為一個丈夫 作為一個父親 作為一位哥哥 所散發出的耀眼的 那人性的光芒 我是來自杭州的 我們不敢保證我們每個人 是不是都是一帆風順 每個人都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 都會有各種各樣需要的時候 但是這個時候 這個社會需要什麼 需要側隱之心 那側隱之心 就是我們首先要同情 我相信我們今天來的 剛剛 我當然我也流淚了 我相信都有一種同情 首先要有同情 因為我們做人要從一種善的 從社會的這種角度來去著想 去做一件事情 同時我們也應該去關注 這些需要幫助的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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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華曾經說過 說活著在中國話語經裡面 是一句非常有力量的話 因為你活著就要有擔當 有承擔 你要有承受 十五年間 像老何這樣的人生故事 我們聽了很多 在他們這些人身上 其實活著就是給了我們一種力量 怎麼想到下著苦力 還一路上要吹笛子呢 這是刺油刺弱嘛 什麼 刺油刺弱 我自慾自樂 小樂子 嗯 愛 月明 誰 全願 我就是在外邊 再苦 再累 我不想苦 不想累 只要把這個 平衡專項改變以後 我下一輩子 走上一個富裕的路 這是我一省最大的希望 我一省最大的希望 人窮了 沒辦法 自眉都看不見 看不見你 我所以就過來 就發這個狠心來背 背 背掙點錢 把家庭掙起來 都有信心把它背出來 辛苦我都要把它背出來 掙出來 掙一個好家庭 路面 爬盤 來囉 這算不算你們平常 沉的啊 那個 這箱子算不算 平常比這州 還要更沉了 重那多 重那多 馬上町的很沉 在哪兒出去 你查那個瘋狂的棒棒 那個棒棒的瘋狂 那個都是我主演的那個電影 還是我自己寫的 等著寫下一個關鍵明顯都是我 意思是說這個身份已經注定了 你的命運已經在這個地方 就是個下地的 但是我就不一樣 我都不服輸 我就要播一播 你們找找活了沒有 沒有 活幹 怎麼不行啊 啊 還太多了 最近都不行啊 不行啊 那不活 這不極度飽喝狀態的 極度飽喝 啊 比往年多二輩都三輩人 我從陪伴上飯 這現實那個社會現實 家庫人太多 我低太少 我活幹 我家費正 這活是工錢不正 供應不足家你生活 維持人家生活都維持不掉 你們在這躺冷不冷啊 這里面冷不冷 怎麼不冷啊 你摸你摸 這地下是熱的啊 熱的 是熱的 是熱的 其他店你看下面都是這樣嗎 不 就這一個啊 就這一個 這地上是熱的 真熱的 沒等到 正常時間都沒等到啊 我一次都還沒有接到 幾點鐘來的到現在沒等到 應該在外面見一點 就是啊 到現在的 到現在四五個小時了 一直沒等到 我差點到 就這啦 請你快點一個 找我們 有時間的 快點 你快點 快點 還有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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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大 什么的 多多钱 三十七 好 五四 五四 男人有时候合作 女人有时候合作 嗯 真女的 没能先接 没能先接很想签 嗯 不叫女的 不要女的 你们去做什么工 打地面 打地面的 做什么 打地面 哦 打地面 嗯 好 辛苦啊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